藏在身边的抗生素 尿道炎 咽炎 结膜炎 多种炎症都能调理 我们身边其实藏着一味天然的抗生素 像平时我们如果出现一些膀胱炎 尿道炎 咽炎 或者是结膜炎之类的炎症 都可以用汤来搭配其他药材一起调理消炎 毕竟金鱼花本身就具有益菌消炎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再加上所谓的炎症 其实大多数是属于体内火太大了引起的 这点从炎字上就能看出来 而金鱼花刚好就是清热解毒的 所以说它是藏在我们身边的抗生素 消炎药 再搭配着其他药材一起使用 效果自然会更好 比如说你现在有膀胱炎 尿道炎之类的困扰 经常尿尿的时候感觉尿道不舒服 隐隐发热 严重的甚至出现了刺痛感 小腹坠痛 然后小便发黄出现了尿频的情况 老是有尿意想往厕所跑 但偏偏尿出来只有一点 那就可以用金鱼花搭配着海金沙以及白毛根一起煮水喝 消炎的同时利尿 又或者你现在是嗓子不舒服 有咽咽 嗓子眼里总是发肝发痒 想咳嗽 但咳嗽的多了 嗓子眼里又肿痛难受 甚至是咽口水都疼得不行 说话声音嘶哑 甚至压根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金鱼花搭配麦门冬以及菊花来煮水喝 消炎 润喉 止咳 再比如你眼睛不舒服 现在主要是有急膜眼 老是觉得眼睛里有东西发肝发痒 控制不住想揉 但什么也揉不出来 却揉得眼睛里红血丝变多 分泌物变多 并且肿痛流眼泪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金鱼花搭配蒲公英 笛花 煮水喝调理 另外这金鱼花也可以用于风热感冒 也就是说你感冒了 现在脑袋疼 头疼 然后鼻塞流鼻涕 鼻腔里还伴随着一股热气 有时候流鼻涕和痰都是发黄的 这时候可以参考金鱼花配着牛棒子和莲翘煮水喝 疏风散热结表 总之金鱼花是藏在我们身边的一味消炎药 但是需要注意 它只适用于火邪 热邪引起的炎症 其他的不适用 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胃炎吧 有一种情况属于脾胃虚寒引起的 这时候用它就不合适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自身情况 再去对症条理 如果拿不准就线下到附近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盲目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